這段影片要示範的是 iOS 8 的智慧輸入功能 首先我們開啟內建的備忘錄 App 新增 現在在鍵盤上方會顯示建議的輸入支持 它會根據你經常輸入的習慣來記錄 除了英文外,中文也可以 另外現在在備忘錄也來插入照片 在備忘錄也能插入照片 另外分享的話 除了分享到訊息和郵件外 現在也能分享到照片串流和更多 照片串流